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最新统计显示 自2019年12月12号铁路春运售票开始以来 截至2020年1月2号 以累计售票3.09一张 2020年1月2号铁路春运售票进入第22日 铁路部门开始发售2020年1月31号正月初期车票 当日全国铁路共售出车票1633.1万张 全国铁路售票总量互联网售票量再创历史新高